今天加拿大政府公布了2022的联邦预算 其中关于房产方面的有一些大家已经知道了 还有一些是新鲜的热乎乎的新闻 我就来解读一下 其中最后一条 对于第一次买房者来说是真正的利好消息 那么首先就是两年内 禁止海外买家购买加拿大的住宅物业 但是明确的说 持有工作签证还有国际留学生是可以买房的 还有一条 在加拿大购买住房用作是主要住所的外国人将获得豁免 现在在多伦多和温哥华只有很少的外国人买房 而在其他省 外国人买房的要么是有工作签证 要么是有学生签证 所以可想而知 小土豆的这条政策基本上就是在做秀 其他关于房产的消息还有六条 第一是强调买家宴房的权利 第二是竞价的时候 买家之间可以互相看到价格取消盲牌 这两条可能会在未来的一年左右完成 第三是从明年开始 如果房子买了不满一年就卖房 都算是炒房 要按照收入来交税 而不是按照资产增值 也就是说以前你卖房赚了20万 其中的10万算作是你当年的收入 而从明年开始 如果你持有的房产不足一年 赚的20万全部都算是当年的收入 所以从明年开始 投资房的流动性会变慢 也就是说市场的房源会减少 根据供求关系的原理 今年的房价会跌 明年的房价会涨 第四是拨款40亿元 用于协助市政府更新规划和许可证系统 加快住宅物业的建设 现在各个市政府对于建筑审批的速度都是很慢的 直接导致了市场上新房增量太少 希望这条措施能够起到加速的作用 第五是拨款10亿加币 用于兴建可负担性住房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今年1月份江南大住房部宣布 拨款1.18亿去支持18000个社区 我当时就算了一笔账 平均每个社区是6825加币 只够做一个洗手间 现在变成10亿了 只能说是有进步 变成10个洗手间了 而今天同时宣布的另外一个新闻 是拨款80亿 加拿大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 这80亿用在军事上纯属浪费 如果是投入到住房上面 还真的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那么第六条是最实惠的一条 是从明年开始 40岁以下的人可以有一个免税的 手套房储蓄账户 买房者可以存入最多4万的税钱收入 注意是税钱收入 如果是夫妻二人就是8万 然后这个钱可以去投资 投资收益还可以免税 等到买房子的时候 连本金带收益 一起来支付房价 一分钱税都不用交 对于没有房子 同时勤勤恳恳努力工作 攒首富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利好消息 跟房子相关的新闻就是这些 如果觉得有用 别忘了转发给你正在买房 或者卖房的朋友们 对我来说 谢谢大家 那种 没有 这是